龙浩尘选彩儿还是选灵星 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 选灵星 我看还有谁不明白这其中的缘由 选彩儿这部剧的核心观念就全毁了 可能很多人都希望选彩儿 你忘了骑士的十大守则了吗 孩子们 骑士的十大守则是什么 前辈 同事 前辩 如果选的是彩儿的话 这部剧不知道又要被黑成什么样 到时候龙浩尘肯定又要挂上一个背信弃义之人的名号 虽然我也希望选彩儿 但骑士的十大准则就摆在那里 龙浩尘从小到大不知道背了多少遍 早已鸣刻在心了 错就错在没有提前解释缘由 在彩儿弃拳的那一刻开始 龙浩尘就应该和彩儿解释清楚的 这里是作者强行给龙浩尘降着了 这都不怪龙浩尘 正常人都会去把事情说明白了的 哪怕是有后手 用灵卢去换彩 也要提前跟彩儿解释清楚 历届的选拔赛都是只能选一名伙伴的 当龙浩尘说出选灵星时 任何人站在彩儿的脚步 都会崩溃的 明明上台前都说好了的 彩儿 记住 无论别外赛后发生什么 你都一定要相信我 结果在台上直接说出了选灵星 彩儿能不崩溃吗 彩儿的经历大家都知道 没有童年 没有自由 一直都是一个人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了 甚至自己都为了他放弃了 猎魔选拔赛的第一 龙浩尘在说出选灵星的那一刻 我想彩儿心中是绝望的吧 甚至以为自己是听错了 在49集的预告中 我们可以看到 彩儿彻底失控 性命难保 看看这场景 一个小丑爽啊 这也就是彩儿如今的状态了 他一直以来认为的那些美好 到头来自己却只是一个小丑罢了 说真的 我是真不明白 提前把事情说明白真的有那么难吗 明明只是一件小事 说出来后彩儿也是能够理解的 毕竟可以用灵炉换他 彩儿很容易满足的 他只要能入龙浩尘的队伍就可以了 作者非要这样安排 能怎么办呢 龙浩尘也想解释啊 可是导演不让你能怎么办